智情人士13日說美國司法部已發出傳票 要求拜登兒子亨特提供20多個實體有關的訊息 其中包括他在烏克蘭和中國等地的商業往來 特朗普總統13日表示司法部長巴爾應該採取行動了 美國總統特朗普12月13日接受霍士新聞採訪時說 司法部長巴爾有責任調查喬拜登兒子亨特及其海外商業交易 亨特在上星期發聲明說 特拉華州地方檢察官辦公室正在調查他的稅務問題 他父親拜登競選團隊隨後對此確認 一位熟悉美國司法部對拜登兒子進行調查的人士透露 司法部在8日向亨特發出傳票 要求他提供20多個實體有關的訊息 其中包括他在烏克蘭和中國等地的商業往來 美聯社稱 檢方在8日向亨特發出的傳票範圍之廣 凸顯了調查人員正以廣泛的角度 審查拜登兒子的國際商業活動和財務狀況 特別是亨特和烏克蘭天然氣公司布里斯瑪的關係 拜登也被牽入 傳票還要求亨特提供有關他在中國的商業交易 和其他金融交易的訊息 據了解 美國檢方的這項調查是在2018年啟動的 也就是拜登宣布競選總統的前一年 兩位知情人士告訴美聯社 在調查中聯邦檢察官一度在審查 亨特潛在的洗錢行為 美司法部門對拜登家族已知有四項調查 特朗普在12月12日發推文說 巴爾為何不在大選前向公眾揭示亨特 拜登案件的真相? 喬拜登在總統辯論時稱 亨特以前和現在都沒錯 他在說謊 媒體還加以報導 為共和黨帶來很大的劣勢 幾週前 參議院國土安全委員會主席 羅恩·約翰遜發聲明表示 亨特的律師和拜登的弟弟 詹姆斯不配合調查 詞姆斯不配合調查 既然會有數字 亨特的律師和拜登 既然會有關於 既然會有關於 與兩位地人的身分 既然會有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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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會有關於